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医生水 雨追着李云霄杀了大半天 根本无济于事 神术本体被他斩的大片裂开 正合了李云霄的心意 他虽然不愿意招惹雨 但惹了也不怕 何况是关系到神术晶圆 不论是对戒神碑还是他本身的修炼 都是有极大的好处 雨追杀了一阵之后 双目当中路火滔天 心中大恨 这次妖元之行 他们妖族之人损失惨重 不仅妖割战死 魂天已损坏 而且人人都重伤在身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甜头 也是大伙用性命拼来的 就遇到李云霄导弹 若非现在这种情况下杀他着实困难 否则拼着神术晶圆不要了 也要先斩他于剑下 雨先生 认识你这么久了 第一次帮我这么大忙 谢谢了 李云霄摇摇拱手谢道 大笑着朝那斩裂的树枝用全径轰去 被斩出裂痕的树枝 在他一拳之下纷纷开裂下来 很快就收取到了大片大片的神木 高兴得不亦乐乎 雨先生恨得牙痒痒 不去管他 自己也飞快地收取起来 随着神术的不断成长 晶圆的扩散也越来越快 每一单位的神木中所蕴含的晶圆更是越来越少 李云霄将开裂的树枝全部收取之后 又苦恼了起来 他斩不开新的神木 而雨也早就一脸戒备之色 想要偷袭或者打劫已经不太现实 李云霄苦思片刻之后 突然心中一动 手中光芒一闪 紫色的山河顶就浮现在手中 这方紫顶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正是和雨交手 被雨追杀之下 才万般无奈地扔了出去 结果将雨的剑芒全部吸入其中 这东西好像可以直接吸收攻击 这么多纯粹的晶圆 说不定也能吸进去 不妨我来试一试 李云霄抱着尝试的想法 死马当作活马来医 拍出几个和第一次使用时一模一样的法觉 轰在大顶之上 刚刚恢复的一丁点的神异力 再次被抽取一空 山河顶被绝印拍出一道道的空空空的阵响 从李云霄的手中飞了出去 绕在神术上下旋转不停 随后顶身上散发出阴晕紫气化作九彩之色浮散开来 那九彩之光极具灵性 照射在神树的主干上似乎穿透了过去 从光芒之中传来鼓鼓鼓的水泡声 被照耀在那一片树干上慢慢的溢出 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青色泡泡来 不断的从大树的枝干内溢出 飞入山河顶内 开始的那泡泡冒出的速度还十分缓慢 似乎品尝了一下 觉得很合胃口似的 九色光芒不断的大盛起来 随后成片的泡泡不断涌出 被迅速的吸收了进去 山河顶的这一吸收 立即将大树的神树晶圆 汇聚到子顶附近的树干上来 那大树的生长在这一刻变得十分缓慢 果然可以啊 李云霄心中大喜 山河顶在吸收神树晶圆的同时 顶身上还有大量的各种明文闪现 每一个明文都有凝聚规则 给人一种十分强大的感觉 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显得有灵性的多 你妹的 有好吃的就活了过来 平时就给我装死 李云霄破口骂了几句 脸上满是喜色 美滋滋的站在一旁看着 突然 一道冰冷的沙气破空而至 空气发出刺耳的尖笑声 与满脸怒容的一键横扫而下 怒道 原来是你在搞鬼 整个神术之中晶圆大面积的流失 立即将这子顶给我停下来 剑芒之下 李云霄的脸色被映照的寒光闪动 那剑芒他本可以一下闪避而躲开 但若是他避开的话 这山河顶的状态定然被对方破坏 眼见大量的神术晶圆被自己攫取 停一秒钟都是莫大的损失 他心中一横 直接拍出了皇朝中 硬抗雨的浩天剑爵 剑芒斩在钟身上 大钟震颤了一下 就反震了回去 而两剑玄气相撞的音波击开来 化作一道道灵力的攻击 冲雨而去 李云霄全身的肌肉鼓了起来 将霸体强行运到了巅峰 一掌拍出 将终身的反震之力挡下来 随后手中结印 把皇朝中举起在头顶不断的旋转 他自己则是开始融合妖龙的灵魂 身体开始生出龙铃 变得妖裔起来 李云霄一下就将状态调到了巅峰 随时准备应战 他自知不是雨的对手 但只要多坚持几下山河顶多吸收一些晶圆 得到的好处将难以估量 雨 我来助你 先杀了这小子 空中光芒一闪 翼的身形也骤然浮现 食指剑展出密密麻麻的空间大面积的笼罩下来 要将李云霄割裂成肉末碎片 李云霄脸色微变 摩天凯还在叶凡的身上 他的志强霸体可不敢硬抗这种攻击 急忙将法掘打入皇朝中内 变大数倍体型直接当空照下 把他护在其中 噼里啪啦 钟身上被那数不尽的攻击 斩在上面发出爆炒豆子一样的声音 李云霄在鼓中内更是受到声音的刺激 感到双耳都要爆开来一般 急忙用神识切断了听觉 这里我来应付就可以了 你还是快去尽量多的攫取神木 波纹急走 雨喝退了意 单手捏了一个古怪的法印 一道极强的精神之力从身上射出 往那山河顶上涌去 这顶乃是盛气级别 他不敢贸然攻击 只好用精神力阻断他的运转 撤一下 果然有效 那韭彩光芒在他精神力的干涉下 开始变得暗淡起来 这样也行 与大喜过望 喃喃自语道 看来那小子 对这件盛气的操控还十分微弱 我去试试 能否把他收取过来 他的心中闪过这个 让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的念头 连连拍出数道妖族的密法绝印 打入山河顶之上 山河顶似乎并不拒绝 也没有任何抗衡的现象 这更加让雨欣喜不已 加快了手中的施法 李云霄在皇朝中内猛然一惊 感觉到自己和山河顶的那道神殿联系 再被一股极强的力量强行切断 他勃然变色 瞬间收了皇朝中出现在外面 大惊地朝着山河顶飞奔而去 想收我的子顶 谁允许你这么屌了 李云霄只觉得那道联系越来越弱 大海之下也顾不得吸收神树晶圆了 失去山河顶的话 那才是真的见鬼了 他骤然间双手截出冥王印 三个金色蝌蚪文字浮现在印诀的四周 狠狠地就朝着子顶上拍了下去 轰隆 子顶受到这一记印诀阵下 立即光芒大盛 四周幻化出一片流离空间 雨的精神操控在这一刻立刻被切断了 李云霄心中大松了一口气 眼中爆出一片沙翼 双手不断地轰击在大顶上 推重的顶身朝雨压了过去 那流离空间也疏然变大 开始挤压四周的一切 雨的脸色一变 在精神力被切断的瞬间 暗道了一声可惜 此刻看见那流离世界朝自己碾压过来 骇然的急忙将精神力散开 在空间扭曲之下就瞬移而走 那流离世界可是能够和诺亚之洲的 金色海洋抗衡的存在 他可没有这个胆量去抗衡 我看你能逃到哪里去 李云霄铁青着脸 推动着流离世界朝雨追了下去 神术已经高达千丈 宽也不知急许 李云霄推动着山河顶速度有限 而且几个呼吸之后 便感到魂力耗费一空 已经支持不住了 而宇先生也在飞奔之下就失去了影踪 此刻小青身上突然雷电一闪 体内被封印住的元气终于完全解开 他目光中狠立之色闪过 穿过层层枝繁叶帽 凝视着下方的伤 脸上的神情变换不定 伤 似乎有所感觉 抬起头来对视而去 苦笑了一声 我终究是失败了 数万年前 一如现在 我就这般的在你的身下坐着修炼 一日复一日 想不到数万年后 竟然会有此番光景 小青 瞳孔骤然张大 闪过迷惘之色 他的内心被伤得这句话触动了 其实 画形而出之后 本体和自己的联系渐渐剥离 他已经不是万古长青树了 他只是拥有万古长青树所有记忆的小青 脑海当中一幕幕的闪过 在这无数年的岁月里 见证了多少沧海桑田 终究获得了全新的生命 胜了又如何 败了又如何 小青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来 看着满目疮痍的神术本体 脸上尽是无边落寞 好像一下子对什么事都了无兴趣了 再也没有半分杀戮之心 人生如物 亦如梦 原生原灭 还自在 我以后再也不用受本体所拘了 这天下之大 任我翱翔 这一刻 他心中一片豁然开朗 所有的阴霾一扫而光 眼前竟是晴空万里 一种奇异的感觉在身上起着变化 身上的淡青之色渐渐变得生成起来 一种规则之意在体内涌动 好像获得了某种强大的力量 伤的脸孔 微微一震 笑道 恭喜了小青 你已经踏入了五道 最后一扇大门 地境吗 小青不可思议的看着自己的身体 一道道的规则之力在体内流动 而雷电之力上面 也开始闪现出金色的九天地气来 它本是化形之体 如同灵魂一样的存在 有着最为纯净的能量 和天地沟通 也比人类或者妖族要容易得多 进阶地境时也与众不同 它只觉得自己的体型 要比先前夯实了太多 而且那种力量之强 似乎举手投足之间 便可以沟通天地 施展出无限威能